大家好,我是顾爱秀禅 今天是2022年2月3号 咱们进入教你超过100年 PAC系列第56课 底部与确认,底部与级别 看到有粉丝留言 说怎么判断一只个 我是属在底部 那么这里面的话 先要作为一个交流 什么是底部 那么咱们用传统的技术视角 结合残忍的视角来进行交流 咱们直接进入干货的一个讲解 那么在传统的技术下 对应的所谓的底部 它有两个视角 一个是观察的节点 一个是确认 如果说没有确认 很多时候会容易出现一些大的失误 或者是出现一定的笃性感觉来进行交易 那么它的观察基点 通常有两类 一类是历史的趋势支撑附近 或者说一段不断的给心低 不断给心低 跌破所有的均线支撑等等 跌破就是不断的给出历史新低这样的个股 后面的话一段时间不再创新低了 再构筑底部平台 这些呢都仅仅是观察的信号 而不是你来确认或者是买入的信号 好 那么什么是确认呢 最好是持续放量能够突破平台 突破底部平台 或者说呢突破重要的趋势压力线 为确认这个位置 列出呢很多时候 对于很多股友来讲 会陷入一种迷茫当中 例如下跌下跌 这个位置的话呢 涨起来了 后面来来看这个位置 它的底部区域 如果说呢 下跌预给心低了 这又变得下跌中继了 后面没涨起来之前 没有跌下来之前 在这个区域当中 对应的只能作为一个观察点 而不是作为明确的进场点 这样的话呢 你才能够 单纯从技术角度来讲 你才能够让自己的交易更加稳健 而突破有时呢 也需要回踩来进行确认 列出呢突破一下 后面呢又跌破了 这就属于确认失败 好 这就传统技术下 就属于了两个视角 一个是重要的趋势支撑附近 以及呢 一段时间不再创新低 过度底部训练 或者假设 在假定在过度底部训练 这都是重要的观察节点 而最好呢 需要一定的方量突破 作为确认的一个信号 来进行 作为择时的一个节点 这是传统技术下 那么在常论视角下的话呢 其实所谓底部 它一定是 在某级别下进行表达 列出的话呢 下跌被词 可能会引发转值 那么列出呢 对应的下跌 发生转值 那么对应的 要么是上涨 要么是盘整 好 而底部是有级别的 那么走势本身 它是分类型 分级别 那么底部自然而然 也是以级别来进划分 这样的话呢 会更加的清晰 好 那么我们再进一步 往下面去讲 稍后呢 再结合一些各国安利 给大家提供一些技术层面的一个参考 列出呢 用常论视角下 某级别的趋势下跌 并且发生趋势被词 那么通常 至少呢 会对应一个次级别的 反弹走势 列出呢 五分钟 趋势下跌 趋势被词 趋势被词的话呢 对应的 通常 至少对应一个 次级别 也就是一分钟级别的反弹走势 五分钟限段 一分钟走势类型 那么对应的 三十分钟趋势下跌 趋势被词 通常 至少对应一个五分钟级别的 反弹走势 它表达在三分钟上面 就属于线段上 五分钟上面就是一个走势类型上 那么日线级别的趋势下跌 趋势被词 通常 对应一个三十分钟级别的反弹走势 日线的线段上 三十分钟的走势类型上 那么这里面的话 更细一步来去讲 等待它的次级别 走出来之后 再根据其力度表达 再进行当下分析 走出追业 完全分类 客观应对 而做交易呢 其实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跟随 即便是做中长线的一个视角 在才能视角下 无非是把握更高级别的买点而已 好 那么咱们先给它做一个图形表达 例如说呢 结合咱们前面 课史当中讲到的 转折的力度与级别 例如说某级别的趋势下跌 趋势被词 那么呢 首先先观察一个次级别的表达 达比方 这个位置呢 是五分钟的级别的一个趋势下跌 先观察五分钟级别上 或者是日一分钟的走势类型上 和前面这个中枢的关系 如果说连前面这个中枢的低点 就是中枢 组建当中的最低点都不接触 它完全有机会形成 第三个中枢 而后呢 再走线下的离开段 如果说接触了最低点 但是呢 中枢的下沿不接触 它还是属于五分钟级别的上来卖点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低点发生转 这个位置发生转折 就是下跌 对应了 又可以给出一个新的盘整 或者说是给出这样的一个次级别反弹 比较弱 又进行回落了 那么对应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位置转折点 它是不是一个底部呢 它仅仅是这样的一个阶段性 五分钟趋势下跌 趋势被磁引发的这样一个节点 如此而已 那么同样的 如果说是一个日线级别的趋势下跌 趋势被磁 而且呢 这个趋势被磁的被磁段 它又有三十分钟的走势类型下走势被磁 甚至呢 三十分钟离开段 又有五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类型和被磁点 那么对应的 它至少将对应一个日线的先端上 或者是三十分钟的走势类型上 那么这个日线先端上 三个走势类型上 同样在考察和上一个中枢的关系 强弱 如果说走得更强 那么呢 它完全可以生长为 继续往上生长 如果走得比较弱的话呢 那么它对应的三十分钟级别走势类型 以那日线的先端上的表达 它自然而然 它的级别要远远的 要高过五分钟 趋势下跌 引发的这样的一个折返的级别 这是从级别的一个视角来进行考察 首先观察它次级别 好 那么咱们结合个股来进行表达 好 例如说呢 像中科曙光 中科曙光如果说用单纯的传统视角来进行观察的话 那么当前是不是属于底部区域呢 从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的话呢 历史的重要的趋势支撑线 例如说把阶段性的低点和低点相连 那么它当前的位置是在历史的这样的底部 历史的趋势支撑线附近 这个位置只要不破 实际上它当前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重要的观察基点 好 这是一个视角 那么我们再来看阶段性 从列出从53跌到股价腰斩之后 腰斩之后的话呢 那么从这个位置以来 它实际上是属于没有这双新低 给出了低点是抬高的 中间是有一个收敛三角的突破有回踩 那么这个位置 它也是一个重要的考察基点 但是呢这只是观察 如果说这个位置前面这个反弹呢 它是带亮的 回撤回撤的话呢 它只要说不破这样的趋势支撑线 不破收敛三角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么对应的回落 它反而是机会点 这是用传统技术下的一个表达 后面它完全可以继续往上 但是如果说破了这样的趋势支撑 或者破了这样的一个 收敛三角的平台呢 那么它就属于 由强走弱 或者是趋势走坏 这是传统下的一个表达 咱们刚才讲到的一个观察点是什么呢 跌到重要的趋势支撑线附近 或者说相当一段时间 没有这场新低 再构筑这样的一个平台 这是观察点 那么你在观察点的节点上 只是重点去留意 如果说那本身调整比较充分 业绩比较好 这是传统视觉下的一个表达 如果说一旦带亮突破 突破节点是一个考察节点 如果突破回踩确认 又是一个考察节点 就是属于尝试进场的一个节点 这是传统技术 那么如果是用禅论视角下的话 它是有级别的 这个级别怎么去看呢 例如说我们先用更大的一个级别 再用小级别来去看待 更大级别的话 其实从那上市以来 从1块4毛8以来 来作为一个考察的话 对应的 这是一个日线的盘整下跌 周线的线转下 这个位置是一个日线的盘整上 周线的线转上 因为中间的这个位置 1 2 3 4 5 6 7 7段 它只是日线级别中枢延伸 还不能做 还没有升级 9段才能升级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实际上 日线形状下之后 当前 这个位置呢 从53块8毛4以来 那么它的推演分两类 一类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 如果说 对应的 它破前面低点 好 对应的 这是一个日线的 这个位置中枢延伸 作为日线的盘整下跌 而且的话呢 这个位置跌得比较深 后面的话下跌 大概的会发生背驰 如果说 一旦背驰 那么对应的 这是日线的走出类型下 走出类型上 走出类型上 它因为组件 周线级别的中枢 那么周线级别中枢 组件过周的话呢 它是可以期待一个 周线的 向上离开段的 或者是中枢震荡 那么周线级别的 向上离开段 或者是中枢震荡 那么放在日线级别 它最起码对应的是 一个日线级别的走出类型 日线级别走出类型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是属于 如果说有这样的背驰 好 这是从推演的角度来讲 这个位置和它有背驰 它的内部 30分钟视角也有背驰 然后通过 区间套的一个视角 不断的找这样的一个 精确更低的点位 再结合 强底分的确认 那么可以把它作为 某级别的 背驰下的一类买点 那么对应的 好 它即是 即是属于 周线的二类买点 类二买 又属于日线级别的 背驰一 攀整不下 背驰一买 又属于30分钟 30分钟这样的一个背驰一买 又属于5分钟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背驰一类买点 那么通过去建设 找它的精确的基点 那么自己属于什么 属于 对它底部的一个形容 或者说呢 更多的是一种 对一类买点的一个确认 这种推演的一个视角 好 那么如果说对应了这个位置 它没有创新低 而是它始终不破前面这个低点 不破前面这个低点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这个它完全可以作为什么呢 作为一个 以这个点作为一个观察节点 作为I0 I0的话呢 那么它当前组件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日线中枢组件当中 如果是回撤和前面这个位置接触 它们日线中枢的延伸 只要不破 它完全可以组建一个日线的向上离开断 那么内部这个位置 如果是回撤下来 前提不破 内部日线形态下 三层组件内形下 或者是五分钟 三层组件内部呢 有背驰 再结合日线的这样的一个强底分的确认 那么它的一个 节点呢 就属于这个位置以来 日线的 日线的一个组组内形上的 发展当中 或者是日线中枢 震荡当中 把握它的低线高抛的节点 好 那么如果说我单纯的 用更小级别来观察什么呢 观察这个位置 它实际上从高到低 这个位置出现一个强顶分 破五均 对呢 就是一个阶段性的卖点 然后的话呢 比如四根开线的 从高到低四根开线的下跌 还够不成一笔 够不成一笔的话呢 我们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 来去观察的话呢 它当前仅仅是一个五分钟的线段下 这个五分钟线段下 你要是用一分钟的一个表达来讲 它是属于一分钟的走势类型下 那么发生这样的背词 二十八块八毛八 什么意思呢 那么用禅论视角下来衡量 一支个股是不是底部 或者当前是不是买点 它是用级别 它是某级别某类型的买点 如此而已 好 那么从这个维度来进行观照的话呢 那么对于中科曙光的一个表达来看 之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给出这样的强反包 它已经成成一个底分 新的底分形成过周的话呢 只不过它是收盘在五军的下方 而且呢 这个上引线 留的比较长 那么收盘呢 没有收在前面这一个阴线的半分位的上方 所以说呢 当前它只是开线表达来讲 只是由弱转强 那么后面能不能 继续带量往上 这是考察的重点 那么对于是否 这个位置是不是底部区域呢 你要是用传统视角下 那么这个位置它当前是可以当成底部区域来进行跟踪 来进行看待 前面呢 这个位置向上 它是带量突破的 这个位置向上突破只是什么 突破的是手脸三角的一个位置 而且呢 大的一个驱适阵线附近 它只要驱适阵线附近不破 这个位置是可以作为重要的考察基点来去看待的 如果是用残忍视角下的话呢 只是观察的基点 用刚才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 首先的话呢 以这个位置作为一个考察基点 可以先把它作为日线的 中书组件 当中来进行看待 能否走向上离开段 好 那么对应呢 咱们再来进行举例 与属于什么呢 咱们再来总结一下 传统记录下呢 所谓底部 如果说你把级别周期也加进去 那么你的判断的视野会更加的立体化 更加全面 历史的趋势支撑附近 或者说一段时间不创新低 过渡底部平台 这些呢 作为观察基点 如果说伴随一定的方量突破 而且呢 突破之后 如果说有突破 回踩确认 那么对应了 它这是一个折时的一个考察基点 最好这是一个传统视角下的一个应用 残忍视角下呢 所谓底部 残忍表达为下跌被自己引发 可能引发转值 而底部是有级别的 走势是有级别的 好 那么我们来继续往下面去看 例如像神舟信息 那么在神舟信息 这一只个股有朋友问 这是不是底部呢 如果说你没有级别的一个视角来进 来进行划分的话呢 我们来看 从18块0毛5下跌 下跌当前的话呢 日开 残忍视角下还没有出现强底分呢 但是呢 这样的下跌 它是带有一定的抵抗 前面的上涨是伴随量堆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的 你要是用 残忍视角最起码要等待一个 日开的一笔下能否结束 先等待一个 最起码等待一个日线的 强底分上武军的一个信号出现 好 这是一个节点 那么对应的 那么从18块 16块8毛5的位置下跌 它有没有肩底呢 或者是有没有可能结束呢 只能用更小级别来去观照 更小级别观照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 从18块0毛5 它是属于5分钟的盘长下跌 5分钟盘长 这中间呢是有一个5分钟中枢的 这位置反弹 如果说连前面5分钟中枢的下沿都没有接触 那么对应的 它是属于5分钟三的卖点 这个位置 如果说勾住第二个5分钟枢 再走一个线下离开段 发生背驰 好 这是5分钟的趋势下跌 趋势背驰 趋势背驰 这个趋势背驰引发的这样的激烈 你只是以它作为观照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先观察一个1分钟的反弹 5分钟的线段 看它的力度 如果力度强 它可以进一步 总是不断的相当生长 如果力度弱的话呢 那么作为中枢延伸 或者说是下跌 反弹连前面5分钟中枢 下沿都不接触 又是三连卖点 就是呢 它这样的一个 是不是底部 它只是5分钟级别 趋势下跌 趋势背驰引发的这样的一个 5分钟级别 或者是更小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底部来去看待 这是把底部区域结合残论 视角来进行观察 好 那么我们用更高级别来去看待 更高级别来去看待的话 就是如果你是以5分钟的一个视角 它只是一个引发的 这样的一个短线的 一类买点 能否转化为二三类买点的一个过程 如果用更高级别来去看待的话呢 那么像神州信息 那么我们来看 从62块2毛7以来 那么它的一个走法是什么呢 它的一个走法 如果说首先在日线图形上面来讲 这个位置 它是属于日线的一个攀升下跌 中间呢 是有一个日线的中枢组件 好 而后的话呢 在这个位置 我们来看 它的一个走势呢 可以多应划分 这个多应划分 那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这是属于 123456789 九段可以升级 什么意思呢 这个位置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日线级别的中枢延伸 以至于九段 这个九段的话呢 甚至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升级 作为一个周线的中枢来进去看待 那么这个位置呢 向上观察的是能否 走出周线的向上离开段 如果始终不破前面的这样的地点 始终不破 就是连前面这个位置的地点都不破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完全是可以走一个 周线级别的向上离开段 也就是日线呢 是带有日线中枢的这样的一个向上的走出类型 这是一种推演的一个情况 那么从这个维度来讲 它是不是底部区呢 那么对应的 它是从周线的一个观察节点的话呢 这个位置啊 这是日线中枢延伸 可以升级为周线级别中枢 周线级别中枢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每一个回落下来 只要不破前面这样的地点 它都可以作为日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内二买来去看待 好 这是一个考察的一个节点 那么如果说破了前面这样的地点怎么办呢 破了前面地点 那么它就会上演成为 好 这个位置做上演为一个新的进入段 这是一个周线级别中枢 那么呢 一旦破了前面地点 反周不能快速站上来 那么防范的是 走周线级别的线下离开段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技术的一个观察视角 好 这是一种推演方式 把这位置作为一个中枢 日线级别中枢延伸 升级为周线级别中枢 当前的话呢 还属于中枢延伸当中 或者中枢的这样的增长的一个阶段当中 它并没有远离 上上离开这个中枢 好 这是一个考察级点 那么 根据走势的多因划分 也可以干嘛呢 这是一个日线的攀整下 周线的线段下 这个位置呢 一到这个地方 当成一个日线的攀整上 周线的线段上 那么当前的这位置呢 如果说向下 破一下前面这样的地点 可以把它作为什么呢 作为日线的攀整下 周线的线段下 那么对应的 周线的线段下 周线的线段上 周线的线段下 那么它有可能会引发 周线级别的盘整背词 盘整背词 结合周线级别的MICD 底背离 同时的话呢 它的内部有背词 它与它有背词 这个离开一段内部呢 也有背词 那么这样的节点 它就可以把它理解为 大的历史性底部区域 咱们前面讲过一节 就是盘整 盘整背词 与历史性底部 它这个盘整背词 指的是什么 指的周线 及周线以上级别 好 这是神流信息 那么我们用更小级别 来进观察的话呢 更小级别来进观察的话呢 那么当前它的一个 节点 从21块 一毛七 以来 日线线段下 日线线段上 日线线段下 当前走了时是一个 日线的一笔下而已 目前位置的话 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 强几分的一个走法 所以说呢 你要是单纯的观察 从16块8毛五的位置 这个位置下跌 有没有到底部 你观察的是 日线一笔的问题 以及呢 如果说用5分钟的走法呢 它只是5分钟的一个盘整下 5分钟的组织对形 而已 如果说你的一个观察视角 或者是你的一个 操作级别 是周线级别 那么当前它就属于 周线 下上下 没有破前面低点 对应了 它就属于周线级别的 盘整倍次附近 盘整倍次附近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大的底部区域来去看待的 那么呢 大的底部区域 它是一个状态 而且呢 一根开线 两根开线 是改变不了它这样的状态的 所以说呢 从交易的层面来讲 只能用 某级别 某类型的买点 不断去跟 如此而已 所以说对于神龙信息刚才呢有 粉丝论员是不是底部区域啊 只要观察你考察的一个 观察的一个级别 以及 应对的一个视角 如果说你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甚至还 这一笔下甚至还没有结束 没有结束 就是有可能 像 13块0毛5的位置 它完全可以跌 完全可以再去给新低 但是呢 它只要说带有这样的一个节奏的下跌 而且的话呢 更大的一个视角来讲 从前面的8块钱 甚至8块到16这样的一个节点 8块到15块 到16块钱这个区域 都可以把它当成大的这样的一个底部区域 如果结合 传统技术下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它就属于从这个位置以来没有这种新低 没有这种新低的话呢 那么它对应呢 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大的 构筑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么呢 你要是用传统视角下 不算新低过之后 最起码呢 等待一个有力的突破 有回彩 这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大的机会点来去看待 但是这是你考验的是你的眼界 你的观察的一个结构了 如果用常定视角下的话呢 这个位置先用五分钟观察 五分钟的背词 先用五分钟级别的让你机会点去试 试的过程当中 如果不断走强 你可以呢反复去把握 而且呢 你可以用仓位可以逐步的去提高 如此而已 因为它的结构的话呢 它已经上演周线级别的盘整 背词的一种状态 同时也可以把这个 作为一个日线级别中枢延伸 升级为周线级别中枢 只要说不破前面低点 对应的 看它后面能不能走出一个向上离开断 如果在向上涨的过程当中 好 对应的不断的上演出 列数的我们来看 从阶段性的低点来去观察 从10块8毛4的位置作为一个考察基点 作为考察基点的话 前面这个位置是有一个 30分钟输 这个位置呢是一个30分钟输 那么当前的话呢 如果说一旦出现一个日线的强底分 同时的话呢 内部有5分钟的趋势下跌 趋势被迟 这结合日线强底分的公正 那么它是可以先观察一个次级别 一分钟的反弹 一分反弹的力度比较强的话呢 它完全可以生长为5分钟级别的反弹 5分钟级别反弹的过程呢 对应的 它完全可以上演为第二个30分钟输 就是5分钟走势类型 不断的组建 它可以组建为30分钟级别中输 然后呢 再度相当离开断 然后不断的去走势 不断的去生长 不断的去推延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咱们做一个总巩固就是什么呢 传统技术下 所谓的底部区域 它是暂定的 它不是说满足什么信号 它就是底部区域 未来就会不断的积极高升 这是一种误区 在我看来的话呢 用单纯的技术视角来讲 什么信号是观察区 什么信号呢 是可以作为常识性的进入点 那么用传统视觉下的话呢 底部它是有级别的 你要是放在大级别结构 而周线下的盘整被辞 其实日线级别下的 它属于什么类型 有没有靠近日线级别 什么类型的什么买点 然而小级别的买点 可以用小仓位去试 走势不断生长 如此而已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希望这样的一个讲解 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帮助 当然在基础之外 如果说行业是有增测利好 增测向好 然后呢 企业背后又有强大的 意义之声 持续向好 而价格的话呢 它又调整比较充分 近期又持续带量 这是增加它持续向好的一种概率 或者一种向好的因素 而技术比较大 它是什么是属于一个重要的观察 几点 什么是作为进场几点 这是传统视觉下 那么传统视觉下 就属于买点买卖点卖了 所以底部就属于什么 级别什么 级别下的调整 有可能结束 转化为转值 转值 转值的话呢 下跌对应的盘整或者下跌 或者上涨 如果上涨的力度不断的增强 那么它的一个推演 又可以不断的去 走势不断的升上 不断升级 从一分钟升级为五分钟 五分钟升长 升长为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升长为日限级别等等 好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个内容 希望大家所帮助 好 希望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记得赞场 好 再见